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明安如梦张灵赫热恋白露 她因着理由聚与男配王兴月合照 张灵赫平苍蓝绝爆红 日前她出席微博之夜 虽与绯闻女友白露没有直接互动 但上台领奖时 白露被拍到深情注视张灵赫 爱意藏不住 张灵赫与白露因拍摄明安如梦而热恋 她在剧中最大的情敌是王兴月 而王兴月戏外和白露也有好交情 张灵赫在微博之夜和王兴月拍了合照 但她事后晒出的九宫阁照片 与王赫帝合照就占了三张 却独露王兴月 两人不合一世不静而走 张灵赫 白露前年拍摄明安如梦时 两人就传出假戏真作 不仅在片场同进同出 还被狗子拍到白露夜宿张灵赫家 而她进门前 还先对外面低摄影机比一颗爱心 根本就是热恋情侣 如今 两人演绎地位提升不少 为避免影响后续作品CP感 因此逐渐转为地下情 明安如梦中 白露饰演的江雪宁一开始 喜欢的人是张哲王兴月是 张灵赫饰演的谢威发现此事 为了要江雪宁爱上她软硬兼施 可说事无所不用其极 而白露也曾在片场开玩笑说 张灵赫看她的眼神都没爱 这点完全不如王兴月 让张灵赫大吃飞醋 相当爆笑 而在前几日微博之夜中 白露 张灵赫 王兴月都有到现场 当张灵赫上台领奖时 白露坐在台下申请款款着她 镜头还马上切换到白露 只见她原本申请凝望台上 随即爆笑出声 还直接用手遮掩自己的表情 也让外界认为两人并未分手 另外 张灵赫在微博发了自拍九宫格 而王赫帝就占了三格 其中一张还是去年两人现身GQ盛典的照片 网友不解她明明有跟王兴月合照 却独漏这张照片 虽然有人缓夹说王兴月拍的是拍立得 所以张灵赫没有照片 但有一部分人 认为张灵赫不满王兴月与白露交情极好 所以钱翠去蹭王赫帝的人气 堪称是一举两得 白露主演的最好看的电视推荐 以下是推荐的白露早期主演的最好看的电视剧 1.烈火军校2019 这部剧讲述了清末时期 一群怀揣梦想的青年男女在烈火军校接受训练 最终投身革命的故事 白露在剧中饰演女主角谢湘 是一名女扮男装的军校学员 她洒爽英姿 勇敢坚强 是剧中的灵魂人物 网友对这部剧的评价非常高 认为剧情精彩 人物形象鲜明 白露的演技也非常出彩 江谢湘这个角色演绎的十分生动 2.周生如故2021 这部剧讲述了北宋时期 一位名叫周生辰的将军 与一位名叫崔时宜的女子之间的爱情故事 白露在剧中饰演女主角崔时宜 是一位温柔婉约 聪慧坚强的女子 网友对这部剧的评价也非常高 认为剧情感人 虐心 白露的演技十分细腻 江崔时宜这个角色演绎的十分动人 3.白露的演技十分细腻 万事密堂万事伤2019 这部剧讲述了两位性格迥异的职场精英 在经历了各种误会和挑战之后 最终走到一起的故事 白露在剧中饰演女主角原金夏 是一位性格直爽 敢爱敢恨的职场新人 网友对这部剧的评价也非常高 认为剧情轻松幽默 甜蜜虐心 白露的演技十分自然 将原金夏这个角色演绎的十分讨喜 这三部剧是白露主演的代表作 在豆瓣上均获得了较高的评分 白露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各有特色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 将这些角色都演绎的十分生动 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此外 白露还主演了 《玉楼春九流霸主》等电视剧 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如果您喜欢白露的演技 可以尝试看看这些剧 《玉楼春九流霸主》等电视剧